据南海战略泰式感知23号发布消息称 经卫星图像确认 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已于23号上午时时许 经由巴士海峡进入南海活动 据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其官网及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显示 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的确已进入南海 新闻稿称 此次罗斯福号航母部署的目的 旨在确保海上所谓航行自由建立伙伴关系 以促进海上安全 航母战斗群在南海活动期间将开展海上安全作战训练 包括战机作战 海上打击演习 地空协同战术训练等 此前南海战略泰式感知23号下午发布消息称 在过去24小时 包括美海军4架P-8A反潜巡逻机 1架EP-31电子侦察机 1架E-2C舰载预警机 1架C-2A舰载运输机在内的 至少7架美军机在南海范围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1月23号当天 台防务部门表示 解放军当天共有13架次战机 进入台湾西南方向空域巡航 台军方对此称阵容的确有点大 包括8架次轰6K轰炸机 4架次歼16战机 1架次运8反潜机 媒体指 派出的轰6K轰炸机架次是历年之最 据称台湾空军各基地 23号至少紧急起飞15P-4前往所谓拦截监控 24号 台防务部门及时军事动态专栏又显示 解放军当天出动15架次军机 巡航台湾周边空域 规模刷新前一日 事实上 近年大陆战机进入台湾西南方向空域 如家常便饭早已常态化 今后还可能不断加大强度及评次 另据日本共同社消息 当地时间24号 日本防卫项岸信夫 与美国新任防长劳埃德·奥斯汀 举行了电话会谈 两人再次谈及钓鱼岛 报道称 岸信夫与奥斯汀在通话中确认了钓鱼岛 是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试用对象 美国国防部网站 也发布了日美防长通话内容纪要 纪要称 奥斯汀在通话时表示 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的企图 拜登就职以来 日美高官21号首次正式互动时 就曾提到钓鱼岛问题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日双方应该根据中日的四点原则共识精神 通过对话管控分歧 维护有关海域的和平稳定 多数年度过对话管控分歧 重新冠質感 则共识 共识 桶